最近很多人在问我宝山区有什么还有便宜的房子可以讨一讨的 因为我之前有拍过那个洋行板块有一些房子还挺便宜的嘛 比如说买一层送一层啊或者贡康那一块的地方 但贡康其实已经有点算贵的了 今天给大家去打卡一个400万可以买30式的房子 超级实惠吧应该怎么说 一起去看一下 在房子之前呢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宝山区洋行板块的地理位置 洋行板块呢位于上海市北部近郊宝山区的中部郊外环之间 是宝山区连接南北东西的重要板块 西至地铁一号线东至地铁三号线北至郊环线南至外环高速 总的来说地理位置还属于上海中等水平 毕竟拥有一号线去哪里都很王炸了 再来说说宝山近几年的发展 说实话是挺慢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动静 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房价呢倒是真的挺稳定的 相比其他内环区域的房价 宝山的房价能让一些家庭凑凑钱买得起 不至于倾其所有 当然大家也会想到嘛 就是宝山洋行几个刻板印象 比如比较土 比如比较接近火葬厂 钢铁厂 道路拥挤 灰尘大不时宜居住 但其实吧 现在已经有很多工厂已经搬离宝山了 火葬厂那里住宅去还是很远的 要不然开发商也不会选择在那里开盘 周边的设施呢 已经有些还蛮成熟了 已经从工业制成呢 慢慢转变成了一句的新城 基本都是改善型刚需型买房者 新上海人入住这里也挺多的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今天看的房子 位于阳泰路上的三房一厅两位 建筑面积呢115平米 套内面积90平米 得房率呢在78%左右 整套房房型方正 唯一不足呢 就是它的厅的使用率略低 卫生间4.5平米 厨房6.5平米 中间呢是通厅 双男卧室带双阳台 卧室面积各15个平方米左右 阳台9平米 主卧配套一个独立卫生间 在当年的户型里并不多借 另一个卫生间呢4.5平米长隙 房子的北面是一件朝北卧室15平 朝北有床一共22平米 这套房子目前的价格呢在380万不含税 最终成家价在400万左右 总的来说 这套房子的性价比还是在的 周边生活配套呢也是挺全的 小区门口啊菜场啊便利店超市 隐隐俱全 部族呢就是城市界面瑞旧 整体来说属于经济实惠的上车盘 特别适合家里居住人口比较多的 可以看一看参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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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